那天早上我們收到當地分居協調中心 指派我們去一個區域做搜救 然後有居民告訴我們 那天早上還聽到有個小嬰兒 在一個建築物裡面哭聲 我們同時就過去用狗仔 就是我們搜索犬和心靈探測移去探測 當時是探測到有呼吸的 一分鐘二十七下呼吸 也吻合一個小嬰兒在災場那麼久的呼吸 然後我們大概早上一路做到五點多 還開始挖隧道進入那裡 然後突然聽到附近有人求助 說找到有生命跡象 當時我們有先頭部隊 過去看一看 我們就馬上把原本在這裡做的那群人 就馬上搬到那邊 最後就夠成功地救到… 那怎麼辦?那邊又說有找到人 這邊又有小嬰兒聲 對, 其實中間也有一些小插曲 就是我們救了三個人之後 當時就有個父親走過來跟我說 求我可以立刻去他的家看看 他說他有一對小朋友 十四歲、十九歲 他就困在一個地牢下, 有聲音出不了 我當刻就跟他去了 當時我跟兩個隊員在一起 當時他不停叫他們的名字 其實我們三個人都聽不到有聲音 但是父親就深信… 當時還有聲音 然後我們就再用生命探測器去探測 其實我們探不到有生命跡象 當時我會很興奮 就是剛剛救到三個人 但是就要跟這個爸爸說 你抱歉, 我幫不了你 你的小朋友沒有了 那個落差很大 說多一點剛才的例子 然後回到營地之後 其實隊長會走來跟我說 阿Sir, 可否明天讓我們再去多錢 他是不服氣的 因為你看到那部機器是有… 是, 但第二天他去到之後 很快就告訴我 就說阿Sir, 我們還是決定不去這裡 因為現場環境已經變了 他會去到之後評估過 好了, 既然找不到生命跡象 現場環境變了 即使建築物還有機會會移動 他們就決定不會再冒險去堅持 但是有沒有覺得 放下了孩子後來救不了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專業評估 就是我們從來都是救生存機會高的人 但我又想問, 因為那是生命探測儀 雖然我們希望有個孩子 但也可能會探測到其他動物生命 可否這樣理解? 是的, 所以我們在災場 因為有很多流浪貓、狗 我們都很忌諱一件事 就是可能你嚇壞牠 牠會突然鑽進我們做事的災場 變成生命探測儀 可能探測到的就會被牠的生命… 其實我們也有個小插曲 就是把那隻雞拿出來 我們也試過去過災場 有些當地人說那裡有人的 有生命跡象的 我們就去, 擺放了工具 生命探測 我真的聽到, 感覺到有生命跡象 有呼吸、有動作 我們真的去做評估、做爆破 最後真的切割了… 切割了牠的地板 爆了進去 然後捧了出來, 原來是一隻雞 因為我們就叫… 很多時候叫人 你能回應就回應, 找當地人去說 回應不了, 你試試敲 因為那個人擲著 是… 我們聽到咳咳咳, 咳咳咳咳 然後出來, 原來是雞, 咳咳咳咳 雞才是鋼咳咳咳 對… 拿出來, 原來我立即有當地人 認領了 是… 你們救出的三個人 當時是什麼狀態? 他們清醒的, 三個人都很… 對, 三個人都很堅強可以清醒 他上台床, 甚至是自己扶著 是年輕人? 也是上一年紀的 有五十歲, 睡了多久 有五十歲 他們在裡面困了五天 他們一共救了四個生懷者 沒錯, 是… 第二天又救了多一個 是, 第二天我們收到指派任務 去一個災場做搜救 當他們完成了, 找不到生懷者之後 他們主動去附近的災場 留下聯絡電話, 那個翻譯的電話 就說如果你一找到任何生懷跡象 你就打電話 我們馬上就能夠過來幫忙 當時我們到處找的時候 有人過來求助 又是找疑似有個生命跡象 最後我們成功在那裡找到 第四個生懷者 你同時在災場工作上 有沒有遇過很危險的情況? 例如做一件事, 有事情想想之類 這個… 真的幸運 第一件事, 我們做這個工作 必須有一個安全主任 他拿著一個響鬧 如果一看到一些照片 我們即時按雞, 撤離 也很慶幸 我們在災場做的時候 也沒有強烈的餘震 反而我們在營地的時候 經常有一些很長、持續的餘震 你們在休息的時候 反而就有… 感受到 感受到, 反而你們很感恩 工作的時候… 搜索的時候就沒有大震 真的很幸運 這次這個任務 是否真的最艱難的一個? 是的 這個任務因為持續性 你今天做完, 明天還有 明天做完後天也還有 第一就是你不知道會做多久 對個人的心理是會有些影響的 譬如我們以前在香港在本地做 你知道幾點鐘會有人來接你 幾點鐘你就會大概完成到你的工作 我們這次土耳其這個任務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對同時的心理壓力是會很大的 還有跟著他回到還要面對的 可能還要… 可能晚上休息的時候 又休息得不好 對體力和心理上都是要求很高的 所以我一直拿著一碗食物 就是盧少平安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是的… 有否當時經常說 這麼快就結束了, 還想繼續在那裡 對, 給我們多點時間 是 給我們可能救更多人 有, 我當天救了三個生患者 再回到寶寶那裡 因為我的同事做完之後 其實他裡面全身濕透了, 裡面濕透了 你一入黑, 氣溫可以跌到零下五度 其實他們是冷的 還要是由早上十點多鐘出發 沒有吃下午, 沒有吃晚上 他們會帶點餅乾、朱古力條 在現場吃 但你說不要了, 收隊了 我們又探不到生命跡象, 天又黑 其實他們那時候都是… 阿Sir, 是不是真的要走? 我想繼續做, 那樣子… 是不是…你是否不想收? 不過正正是我們的角色 要看著同事的安全 我們要保持理智 要確保他們的安全 如果救人的人都不能夠安全 其實就給予更大負擔當地 這是我們必須要留意的事 除了他們的… 來自環境之外 周圍的治安 當地的一些特殊情況 可能也會造成一些威脅, 是不是? 是, 因為那裡其實前幾年 都是一個恐怖活動 比較頻繁的地方 也有很多敘利亞的難民 就由敘利亞過了去土耳其 就是我們救災的地方 那都是土耳其和敘利亞接壤的地方 接壤的地方, 對 其實我自己出發前 我也有一點點擔心 但我也覺得 就算有什麼恐怖活動也好 在這些人道主義的救災活動方面 都應該要避免一遍 我聽到那支一直有軍隊保護你們 其實我們住宅的地方 都有軍隊註守 不過也說回頭 其實我們有時晚上睡覺 我們同事兩晚都聽到有槍聲 但我會告訴同事 其實我也有告訴他們 其實不用這麼擔心, 我們有不人保護 也不會說是很大型的恐怖事件 只是個別的治安事件 應該對我們救援工作 或者救援隊是沒有影響的 寶貝, 我聽你說當地的民眾 知道你們來自中國的救援隊 他們都很感恩和幫助你們 他們對我們都很好 其實他們很熱情 我想除了他們看到我們穿著 救援隊的衣服 很禮貌, 一天會說謝謝 手上有什麼東西, 他們都會和你分享 他們吃一塊餅也會給你一半 我試過在營地走過 有個土耳其人吃一塊橙 他真的撕著一半給我 很難得他們, 知道為什麼 對, 如果他看到我們沒有翻譯 他會主動過來說 我懂英文, 要不要做翻譯 然後他可能會跟你一天做事 你們在那裡這麼多一天 就是吃一頓熱飯也很難 食物方面, 其實我們帶了那些 抽乾水份的食物飽去 我們有一些熱水壺 可以加一些熱水 等十分鐘浸淋之後 就會吃得… 其實都是熱的, 都是可以補充體力 但是當然不及國家隊 國家隊找了住土耳其的 中國領事館的廚師來 現場會煮的 可能是炆牛腩, 魚肉飯 但是哪裡找材料 不會像我們廚房那樣有材料 我沒有問過材料從哪裡來 不過相信在兩三個小時 車程的地方送到你 因為這個我有問 你有問過 因為他們當然不可以 跟當地人爭取的 但是他們的網絡很厲害 華人、橋、華商 其實他們有自己的網絡 甚至有食材供應的渠道 我們的食物包不是不好吃 不過連續吃七天 就會… 人家會退 与力